晚上好朋友们,今天晚上咱们跟大家又见面了 其实这期故事这名字看似吓人啊 有两个人永远站在这 那这件事是怎么回事呢 您先听我给您讲一个 这件事啊,得说是十多年前的一件事了 十多年前的有这么一个路段 这路段在哪呢 在华北地区的一座城市 这条路段啊,一天晚上出了一件事 这事当时上了当地的新闻报纸了 报纸上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 因为这路段是个主干道 而且这道边上还有好多著名的地界 当时报纸上是这么刊登的 东区某某某路段 昨晚一辆银色轿车 由于司机酒后驾车 当场撞倒两人 撞倒两人后司机并未行酒 继续拖着两人在地上前行 前行两百五十米左右 将两人是现场连撞再拖 当场毕命 当时新闻的大横幅上啊 写的别提多吓人了 并且下边还配上了图片 这图片呢 就据当地人说呀 说拖行的那个距离 又整个给地上拉出了长长的一片大雪柳子 哎呦 这件事一下子在当地就轰动了 都市报道 新闻报道 晚间报道 全都登上 整个这城市的市民 没有一个不知道的 那这事 这算是闹起来了 咱们故事的主角 马上这也就出现了 主角是个女人 这女人呢 三十八九岁 孩子呢 七岁左右 这天呢 女人也是在家里看报纸看到的这则新闻 并且同时 这新闻联播上面也都演了 当天晚上啊 女人跟老公吃饭 还有孩子也在场 还讨论了这件事 哎呀 你看 这公路以后我还怎么走啊 这不吓死人吗 我天天接他下学回来 都得从这经过 哎呦 以后我可不带着他从这走了 太吓人了 太吓人了 孩子的父亲在边上听完之后 告诉老婆说 啊 那你就绕道吧 别从这走了啊 注意点吧 当时女人挺不高兴的 这么大的事 我天天从这经过 你也不哄我 俩人当时还因为这事嚼起来两句 但这一幕的发生 就这么略过了 但是无论什么事 跟咱前面的故事一样 这人呢 就是遇到事 当时比较紧张 隔个十五二十天 那这事就忘了 由于啊 每天接孩子必经之路 不从这走 就得绕一大圈 时间一长 忘在脑后 到后边哪天呢 该怎么搁这走 还是怎么走了 可是 虽说是还继续走 但一旦有时 还在晚上留个笑 要放学晚了 接完孩子 天有点擦黑 这走在这条路上 这走在这条路上 还是挺吓人的 时不时的自己骑着车 四处还得看看 哎呀 前面那地都黑的 不会是那血液 还没洗干净吗 怎么会没洗干净 都过了好几个月了 这就是自己吓自己 但是忽然间 有这么一天 这天接完孩子 从这条路上路过 路过这半截 这骑到一半的时候 从远处就飘来了 这奶油的香味 后边拖着几岁大的孩子 小孩闻见 这奶油的香味受不了 在车座子后边 就一直捏着妈妈的胳膊 就开始问 妈妈 这是什么味啊 这这么香呢 我怎么没闻过呀 这不一听就明白了吗 孩子想吃啊 妈妈就朝着这路边开始望 看看这是哪传来 这么香的奶油味 那年代不像现在 那年代有点什么香料味 奶香精味 传的特别香 大家特别敏感 朝着路边这一瞧 这才看见 原来这路边上有个小窗口 这小窗口在干嘛呢 在爆米花呢 我一说你就知道了吧 在之前的爆米花啊 不是这么爆的 后来忽然间这城市间 就出现了那种 拿大锅爆米花的 爆的整个四处飘香 尽量的多放巧克力香精 和牛奶香精 小孩一旦文件 是走不了道的 妈妈也看明白了 但同时妈妈 岁数也不太大 自己也好奇啊 孩子在家上 在后边一直闹腾 没招 就干脆 咱就上路边 买一个去吧 决定完了之后 就把车 停到了边道边上 由于这边道边上 有护栏 车子过不去 他妈就告诉孩子说啊 我把这车呀 放在这树 树池子旁边 你在这儿待着 你给妈妈看着车 妈妈去里边 给你买去 行吗 你就吃奶油味的 孩子高兴啊 行 妈妈 我在这儿等着 你快买去吧 然后妈妈 叮叮叮的 就奔着里边 买东西去 爆米花呢 得排队 妈妈一边买着 一边回头看着孩子 只见自己的孩子 一直没往爆米花 这边瞧 一直瞧着前面的 一个电线杆子 当时妈妈在那边 买爆米花啊 就觉得奇怪 也往那电线杆子上瞧 可那电线杆子上 什么都没有啊 啥也没见着 哎呀 当时也没琢磨太多事 就觉得这孩子干嘛了 就催了催 卖爆米花这边 人一瞧啊 这的确有个小孩 在这儿等着了 就给他妈 瞧了这么个个 提前的 就把这爆米花给他了 可是这接下来 本来高高兴兴 拿着爆米花 回到车那儿 带孩子回家的 刚到了这车边上 妈妈把这爆米花 递到孩子手里 来来来 你吃 还热乎他 可是这孩子 接过爆米花 没说话 直接拿小手 指着天上那电线杆子 告诉妈妈说 妈 你看 那电线杆上 怎么挂俩人呢 好家伙 这会儿啊 那爆米花 孩子还没接过来了 妈妈是一下 光当就给掉地上 花白的爆米花 是散落了一地 刚刚买的 好几块钱呢 别提多心疼 但这会儿顾不上了 因为孩子刚才 说的这件事 是顿时让他妈 琢磨起来了 这路边前两天 出过事压死俩人 小孩眼干净 他说有俩人挂在 电线杆子上 我的妈 快跑吧 爆米花也没顾及钱 抱着孩子放到车上 快速的骑车 笨家就跑去了 他妈是个大嘴巴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 转天到了单位就说了 刘刑 你说这小孩眼干净 真能敲见鬼吗 我们孩子昨天晚上 怎么怎么回事 发生什么什么什么 说看见那电线杆子上 有俩人 咱就忽略不说了 大概就是这意思 把昨天晚上的来龙去脉 细细的讲了一下 他这同事刘洁也告诉他妈 没错 就是能看见鬼 我们以前老人也这么说 咱们大人看不见 小孩可不行 小孩能看见 你听我的 你别带着他从这儿走了 好嘛 这件事这一发生 妈妈就把这件事是逮谁跟谁说 没有一个人不说的 弄得这厂里边没人不知道的 瞬间 这事一下子就传开了 所有人呢 在借助了前两天发生那恶性的交通事故 全都认为 这条路段闹鬼 并且这闹鬼的由来 就是那两个被撞死的死者 而且大家还都说 有个小孩瞧见了 说他们俩就挂在那电线杆子上边 这事这不一下就闹大了吗 以恶传恶 老百姓传这种故事那是最怪的 咱不说全城都知道了 起码方圆这周边 凡是经常在这出没 在这上下班的都明白了 所有人都绕着那电线杆子走 但是直到这会儿 他妈就没问过孩子 没仔细问过你到底瞧见的是啥 事情闹得挺凶的 从此之后 母亲也不敢再带着孩子从这走 但是后边 隔了这么二三十天吧 慢慢的母亲也适应了 不像第一天出事时这么害怕了 有这么一天驮着孩子回家的路上 娘俩呀 就在自行车上聊几天了 母亲就问起他来了 那天到底发生的什么事 宝儿啊 你跟妈妈说 你那天真瞧见俩人在电线杆子上吗 爸 我瞧见了 真瞧见了 我那天我们老师刚教我的 那一瓶一那儿 那字念人 那电线杆子上贴着个条 我看的清清楚楚 上面写着两个人字 哎呀 行吧朋友们 这故事讲得吓人吗 我估计现在大家伙已经要快打我了 现在绝对有人在心里已经开始瓦解了 甚至有人开始要给我取关了 哎呦 您可千万别取关了 我跟您开玩笑了 您别担心 我既然这么开的场 他这故事他准有别的故事 而且呢 就跟刚才的故事不能说雷同 但一定是踩着咱们今天这标题点的 有两个人永远站在那里 偶尔搞个笑啊 对不对 这故事的确也挺好玩的 也是咱们家听友跟我说的 所以说您不能往心里去 但后边接下来咱可就要沉重起来了 我可就要换样子了 不能再像刚才那样啊 欢快的给您讲了 因为接下来的事 老吓人了 咱们接下来的这个故事啊 先得感谢一下咱们家提供故事的听友 叫千语的这个兄弟 这兄弟跟我说呀 我们那儿啊 有这么个桥 具体城市 我就不说了 但是呢 这个故事我要是说出来 90%的东北人 但是您得是我们这个城市的 几乎都知道的 这座桥啊 咱们要说起来得先跟大家说名字 名字叫他妈什么呢 叫永安桥 你说这名字舒服吗 其实听着挺吉祥的 但是您仔细品 这名轻衣是不能用的 也就是说这桥你过不去啊 永远安定在上面 是这个意思 这座大桥建立有四十多年了 一直屹立在我们这城市中 当年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 的确就算是一座大桥了 姚哥现在就不起眼了 桥非常破 但是您会发现 我们这座城市 除了外地的司机 或者外地人 我们轻易是不会过这座桥的 宁愿绕过旁边的河边江边 我们多走上八公里 我们也躲这座桥远远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我们这座城市中 一直流传着一个事 全都说这座桥 到了晚上的时候 有俩人在桥中间站着 这俩人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个特别高 特别壮实 常年一到夜里边 就在这桥的正中间 来回地溜达 而且呢 有的人瞧得见 有的人瞧不见 并且说这俩人呢 他不是说百分之百 每天晚上都会出现 但这俩人一旦出现 这座桥上就会出事 但是直到今天 也没有人站出来解释 他们到底是干啥的 民间传送的版本 有各种种 说什么的都有 但是我一直对这件事 是抱着不信的态度 但是我内心里边 不信归不信 可是我人生的经历 我要遇到的未来的事情 我是没法把控的 直到十多年前 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件事 跟这座桥有关系 使得我们民间传的好多事情 让我没法不相信 出事的这天呢 得是说我刚工作那会儿吧 我刚刚工作 单位把我分配到了采购部 当时到了采购部 那可是肥活啊 我呆的是国营的一家大食品厂 能干上采购 那家里也是给我拖了好多关系的 采购起初最多要干的一件事 就是跟着我们的大卡车司机 奔跑在这乡间四处收获去 食品厂采购核心采购的是原料 原料产自哪呢 各自相间的饲养厂 我们采购的猪肉 刮过梨桃什么都有 得拿回来做成品的 所以说那会儿我几乎上市不着家 别看刚上班 但天天是奔波在中国的各大死亡 按理说 我身上发生的故事 应该是在城外遇到的 说白了就是我去外地 遇上什么怪事的 但我不同 我在外地几乎什么怪事都没遇上过 这路上啊 拦路的捣乱的恶霸 这倒遇上过几次 但吓人的事 我是万万想不到 我是回到我们本事这边发生的 出事的这天 那要说我们从成都回来的这天 我们呢 去成都干嘛去了 弄橘子去了 单位这边需要橘子 需要原料 进了整整的三大车橘子 但是唯独都跑进我们东北境内了 唯独我跟的这辆车 车出事了 不过还好 我们这辆车上的货比较少 而且橘子比较新 还是绿茬了 晚个两三天橘子不会坏的 我们呢 就半路开始修车了 但这三批次的车呀 里边存放的这个橘子货物不同 有的货物着急 必须快速回去 一路的颠簸 再加上橘子越来越熟 那会出事的 所以说前边的那两辆大卡车 就没等我们 就让他们先行回厂了 那么等于就剩下 我和两个司机 大卡车得倒着开 一辆卡车俩司机 我和两个司机 在这辆大卡车上 进了维修厂 整整啊 在靠近我们东北周边的一座城市 修车修了两天 这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把这辆大卡车弄好的 弄好了这辆大卡车 我们就一路向北 奔着我们家相开 到了家那天 进到我们这座城市 我记得特别清楚 是凌晨三点多 到的我们这座城市 当时脑袋是空的 旅途劳累 嗯 没想这么多 进入城市之后 不知不觉的 就走到刚才之前 给您说的那座桥 偶尔走这么一次 没人在乎 虽然说本地人都很忌讳 但是这卡车掉头 他不是闹着玩的 而且这大卡车 有些路是走不了的 也就是说这座桥 我们是今儿必须过 而且大家记住了 现在此时进到城市中 还没超过凌晨四点呢 我们走到这座桥上 刚刚上到桥头 由于卡车得上坡 速度极慢 也就是开个五十麦到四十麦左右 慢慢地爬这座桥 刚刚翻到这桥上面 能看见这桥中间 这条直路的时候 我们就只见到 在这桥的正中间上 团着一团雾团 雾团子在我们东北不欣赏 可能您要是外地人瞧见了 可能吓坏了 周边四处晴朗无雾 唯独桥中间团着一团雾 但是在于东北和内蒙这一带 这种天气是常见的 这不是灵异 我们也没当回事 奔着雾团子就进去了 可刚进入到雾团之间 进去之后 远光灯向远处这么一条 在远光灯的照射下 是清晰的就发现这桥中间的雾团子里边 站着两个人 这此时是凌晨四点的大半夜 谁没事干 站在这大桥中间了 前不着村后不着地的 再加上我是本地土生土长的 车上的司机也都是土生土长 我们三个人是顿时明白 坏了 哥们 你们看 那前面站那俩人 我操认 这不会是咱瞧见他们说那东西了吗 完了 这还用说吗 真见着了 大小就听到这桥上 有两个吓人的东西的事 并且这不只是吓人 这据着老人们传说 说谁见着这个 谁得不着好 你是走不出这座桥子 这车是比定要出声的 咱接下来给大家说说 这俩人长什么样 咱卡顿一下 故事不再往前推进 这俩人呢 个子齐高 身高得有两米左右 比正常人高得多 不但高 只端粗大 什么叫只端粗大 就那腿和膝盖 还有胳膊 都比常人粗出好几截去 有点像啊 那美国那摔跤手 有点那个状态的 但是俩人身上 是一人穿着一件大黑袍子 把身体遮掩得非常密实 头上好像也戴着个大帽子 看不清楚 那黑袍子好像跟帽子是连着的 俩人全身的布条子 在这大风里边吹着低了啷当 并且这最恐怖的是 远光灯 不论怎么打去 看不见他们的脸 就貌似这脸和衣服 全部像黑夜中融为一体 全是黑的 再加上我们当时紧张 实在是看不清 并且我们在距离它呀 可能有这么几十米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不敢向前开了 要换您您敢向前开吗 所以说我们具体它长什么样 我们是完全没看清的 因为啊 这接下来发生的事了 是您意想不到的 您开过汽车吗 开汽车 偶尔出现过打滑的情况吗 万一到了雪天 应该大家有这种经历吧 不管什么情况您也没遇到过 这车出事它得有个前兆吧 您是爆胎了 或者是地上有血有冰 还是怎么着 当时是任何征兆没有 我们的车就好像有一股神力 朝着我们这车底板推去 一下子把我们的车 第一下向侧面先翻了一下 当时这车是向左侧摇晃 吓得我们顿时是一身冷汗 再接下来 大家别以为这就完了 因为下一股子怪力是更大了 我们这车还没停稳呢 朝着我们车底下 嗡的又来了一股怪力 咯当一下 我们这上十吨位以上的大卡车 一下子 就翻倒在这大桥上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 说不清长什么样了吧 自打看见那两个大高个 再加上车完全翻过去 一共没超过二十秒钟 没功夫 车一侧翻 我们几乎就摔得都摔蒙圈了 等真正的清醒过来的时候 整个车侧痒 先得顾及生命 不过还好 司机和我都没出事情 但是这车厢后边那一箱橘子 几乎坏了百分之八十 整个车厢漏斗 弄在这桥上全是橘子 全都乱了套了 哎呀 那这是出了大事了呀 惹了大祸了呀 这可是国营企业的资产呢 我们这司机 我这小采购怎么负责呀 但是我告诉您 单位并没有怪罪我 因为呀 就我刚刚讲的这故事 你要是搁外地单位说完 领导得迎面拿钱贪淬你 放屁 啊 给了你这么多钱采购 回来的橘子 给我们都弄翻了 别干了 都别干了 都回家了 但是在我们这座城市 我们这领导一听我们这么说呀 领导根本就没有追究这车橘子 因为领导他明白 据说啊 瞧见那个东西的 没有一个能活着的 我们是他们单位的员工 三个大活人呢 这没有出了大事 没丢了姓名 领导就已经觉得万幸了 朋友们晚上好啊 这个故事啊 发生在大概九八年左右 月清影的一家人呢 这会儿已经住在南京的市区边上 也不能算是郊区 应该算是偏边一点的南京市 由于爷爷退休之后呢 分了个院子 居住环境比较不错 再加上这院子后边呢 有一条小河 当时啊 爸爸妈妈就搬去 跟爷爷那边一块住去了 在爷爷家住的一年夏天 这年夏天呢 忽然有这么一天傍晚 爸爸跟妈妈 还有爷爷三个人 在院子里边乘梁说话 说着半句话 只看呢 从院门口黑乎乎的 进来个东西 一开始以为不知道是个什么了 仔细过去再一看 我的天呐 奇了怪了 竟然从对面的小湖城河那儿 爬进来一只王八 而且这只大王八特别的大 王八盖上 还顶着个小王八 一下子 爷爷和爸爸就觉得太奇怪了 这不是送财来了吗 还有这种怪事吗 马上爷爷就拿家伙 把这王八给扣上了 扣上完了 抱起来王八就给放到了后院的一个水池中 那您是不是觉得这也是好事啊 对不对 这甲鱼本来是吉祥的东西 而且呢 甲鱼带着灵气 比方说好多老钓鱼的 还有老在河边玩的人 你要逮个小甲鱼 他可能敢逮 万一要逮上来个大甲鱼 弄不好都得放生了 都怕是这河里的王八经什么的 再加上这甲鱼又主动跑到家里来 这不天大的好事吗 当时啊 爷爷爸爸还有妈妈 还挺高兴的 甚至晚上几个人还在那说 哎呀 你看看 这都神了啊 咱们家这套好 这野生的甲鱼 往家里边自己跑 实际上他们家的这种想法 你要搁我 我也是这种想法 我估计搁你也是这种想法 这得高兴坏了 可是我没想到啊 这甲鱼来了之后 到了也就是第三天左右 这天晚上 他们家就出了怪事了 出怪事的这天是夜里边十二点多 他妈大概是十二点半左右吧 起床 夜里边上厕所 但是刚从厕所里边出来 搜的一下 就看见两个黑影子 一高一矮 一个高的偏瘦一点 矮的那个有点微微微的胖 而且能看得出来 这高的像是男的 矮的像是女的 从他们家的这个客厅里边 一下子钻到院子去了 他妈当时没法去厕所了 吓了一跳 呀 进宅了 结果这一声喊 把他爸和他爷 全给含醒了 醒来之后 他爸他爷 马上冲到外边来 四处在院子里边找了一圈 但是 没找见任何人 最终这天晚上的插曲啊 经爷爷和爸爸的定论 应该妈妈是看花眼了 这院子里边 没有任何 近来人的痕迹 可是又过了两天 这天晚上可能得是夜里边两点多钟 妈妈又起床 起床完了这回 妈妈可就有点惊心了 害怕 因为前两天刚看见两个黑影子 一出门就把客厅的灯给打开了 打开完了客厅灯 就准备呀 往洗手间那边去 可是还没走两步了 就看见从洗手间里边 嗖窜出来两个影子 然后这俩影子 顺着洗手间 小走道最后的一个窗子 蹭蹭 就跳出去了 这一幕他妈看的可比上次要清楚多了 因为有灯亮啊 虽然照不到深处那个小走道里边 但是灯亮还是有的 一下子他妈这回就急了 快出来呀 这回真有人 他妈又是一嗓子 把他爸和他爷又给吵醒了 醒来之后 两个男的在屋里边找了半天 还是没找见人影 当时啊 他母亲特别激动 告他爸说 不行了 咱要不报个警吧 这不感觉家里是不是进贼了 由于他们家住的这个小区啊 是他爷爷这种干部小区 这种小区咱不是吹牛啊 不可能有贼进来 里边都有解放军把守的 你这要进来人了 这不胡说八道吗 所以他爸就告他妈说啊 哎呀 不可能是贼 你肯定是看错了 你这是要是贼的话 这院子里不早给他逮着了 可是他妈呀 激动的不行 偏要让他爸报警 不过最后 在爷爷的阻拦下 这个警还是没报 因为屋里边你怎么检查 也不像是进来过人的 结果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 过去完了之后 最终三口人定了一下 意思是晚上妈妈再上厕所 千万要叫醒爸爸 让爸爸陪着去 而且从这天开始 家里边的客厅灯 晚上就不再关了 但是他们家里所防备的这些东西 根本就没有踩在点子上 也就是说什么开灯啊 什么爸爸陪着 都是没用的 后边没隔了 大概又这么四五天 结果这一天晚上 是真出怪事了 四五天之后的一天晚上 夜里边三点不到 妈妈又醒了 要去洗手间 而且这回妈妈把爸爸叫醒了 保护保护 我上厕所 你跟我去 爸爸当时醒来迷迷腾腾的 啊 啊 好 我跟你去 然后起身跟着妈妈 就奔客厅去 可是两个人 刚走出客厅去 还没到了厕所了 就听见厕所这过到尽头 有俩人在说话 当时说话的 主要是一个男的 这男的声音岁数不大 大概二十来岁的样子 声音挺年轻的 还有就是回答的那个 只说了这么一两句 嗯 是 对 就这种话 是个女的 但是这个女的岁数可挺大的 是个老太太 可是 这两个人的对话 让他爸 听完之后身上是一阵的鸡皮疙瘩 那我给您学一下 当时他们听见的 这俩人说的到底是什么 大嫂 我那个 咱们出不去了 这怎么办呢 这都憋了多少天了 再不回去可就过了日子了 是啊 这可怎么弄啊 哎 大嫂啊 要不 怎么让他们看见咱一下 或者跟他们说一声 这样下去的话 再有两天 咱可回去就麻烦了 当时的对话就说了这么多 也可以说是只是说到这 他爸和他妈听的就炸了毛了 当时是他妈先说的话 这是 这是谁啊 可是他爸这会儿瞪着两个大眼珠子 站在原地 啊 我 我怎么听着这声音 像我妈说话的声音呢 结果他爸这么一说这句话 他妈还怕了 吓得他妈 啊 往后可能这么一推 一下碰到旁边的小茶几声 茶几声放着个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 光寄一下 这东西给掉到地上 由于这声响动声 屋里说话的那俩人 顿时间 停了声音了 然后马上他爸就扶着他妈 快速的回了房间 俩人回到房间之后 他妈心里边 腾腾腾的掉 不停的就询问他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说这说话的声音 像是你妈呀 那朋友们 是不是听到这儿听不明白了 没事啊 我给您卡顿一下 我给您解释一下 他们家的情况 他们家有奶奶 但是这个奶奶呀 在他妈还没有嫁到他们家之前 就已经去世了 也就是说他妈没见过婆婆 但是母亲是没见过婆婆 可是他爸可认识自己亲妈呀 一听声音就像自己去世的妈妈 但是此时妈妈跟他对话的那个男的 那又是谁呀 那咱接下来继续言归正传 他妈刚才问完他爸这句话之后 他爸喘了一口气 我怎么搅着 这声音这么像我妈呀 然后咱们家小姐姐他妈继续问 我也没见过你妈 不是你妈吧 你妈回来干嘛呀这是 还有那男的是谁呀 小姐姐他爸马上说 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家里边怎么接二连三的闹着怪事啊 当时啊 两口子在床头聊了好多 咱就不学了 聊的都是一些 就家里边这些事 但是两个人是怎么分析 也分析不清楚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结果这天晚上啊 两人在屋里足足耗了一个多小时 后边实在他妈妈盯不住了 你着急上厕所呀 然后最后没办法 他爸拿着个棍子 慢慢悠悠的这才陪着他妈走到厕所 不过再次来到厕所这的时候 已经没事了 那两个人消失不见了 然后两个人就开始分析 分析来分析去 就想不出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直到了转过天来 两个人得把这事跟爷爷说呀 结果跟爷爷说了还没几句了 爷爷就急了 啊 你说的什么 他管你妈叫什么 然后小姐姐他爸就再次复苏 爸 他管我妈叫嫂子 然后爷爷顿时间两个眼珠子瞪着通圆 瞪了半天 转过头来看着我爸 哎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 你知道这是谁吗 我爸不明白 谁啊 爸 你是真傻呀 管你妈叫嫂子 那还能是谁呀 这是你叔啊 小姐姐他爸一听这个心里边 腾的一声 啊 我叔 对啊 我是有个叔叔啊 我爸之前跟我说过呀 这又是怎么回事 我还得给您解释 这个小姐姐之前有个二爷 就是他爸的亲叔叔 可是爷爷当兵没多久 人就消失了 那会儿抗日嘛 然后小叔逐渐的也长大了 长大之后就跟着爷爷随军去了 但是没想到 爷爷后来活着给回来了 可是小叔 让小 让日本鬼子 给 打死了 所以爸爸自小没见过自己这叔叔 但是一直听爷爷说过 那么 昨天晚上听到的那个声音 这人管 这女的叫嫂子 那这会儿基本上确定了 那指定那个女的 就是爷爷的媳妇 小姐姐他爸他妈 那管他叫嫂子 唯独就这么一个人 那就是他叔 所以马上接下来 小姐姐他爸就问爷爷 妈呀 那要这么说 我妈跟我叔回来看咱来了 爷爷马上听完点头 然后忽然间 这会儿小姐姐他妈在边上说话了 呀 我想起来了 他们昨天还说了一句 说他们在水缸里边 我明白了 爸呀 你说 这两个王八不会就是一个是我婆婆 另一个是叔叔啊 妈妈这句话也要说 顿时间提醒了他们爷儿俩 爷爷一下子眼睛又瞪着流圆 哎呦 还真有可能啊 我说这带好好咱家爬进对王八来呢 然后马上啊 这事情确定了之后 立马爷爷爸爸还有妈妈三个人 奔着后院那水缸就去了 到那之后啊 只见这两只王八正在慢慢的往上游 两个眼睛瞪着溜圆看着他们呢 马顿时间呢 爷爷从边上拿起来个抄网 没两下把这两只王八就抄起来了 抄起完完之后 拿着抄网奔着河边就去了 到了河边上啊 慢悠悠的把这俩王八放在了草地上 可是没想到 这俩王八竟然探出头来 回头看了看他们 然后又慢慢的溜到河里去了 到了河里边之后 妈妈给咱们小姐姐说 说这对假鱼啊 是一步三回头 往前游两下 回头看看我们 又往前游两下 回头看看我们 我和你爸还有你爷 当时在河边上对着河里的王八招手 我们当时心里还在琢磨 这要是让旁边的邻居看到了 怎么跟人家说呀 人家不得觉得这一家人是不是疯了呀 后来小姐姐的妈妈跟他爸说过这事 问他吧 那天啊 从旁边有人路过 看了咱半天 都是这里的邻居 以后人家要问起咱来 咱怎么说呀 当时小姐姐的爸爸听完之后 也哑口无言 不知道该怎么办 不过后边还好 这些看热闹 看见他们的邻居 没问过他们 所以这件事啊 在他们家基本上是很少 对外跟人家说的 直到了小姐姐长大了 有这么一次说闲话 他妈妈才 讲给他的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故事给大家说完了 啊这故事够邪门的 哈哈哈哈 好了 那今天咱就到这了 朋友们 明天的节目更加精彩 咱们明天晚上 再见